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视频 今天分享一个酱油鸡腿 做法简单,很好吃 下面看一下操作 这里一斤鸡腿有四个 鸡腿也是比较大的 切3块姜片 用一些干葱头拍一下 鸡腿 饼片糖50克 酱油100克 浅水400克 涼水下锅煮一下 半点花椒酒 撇去浮沫 煮一分钟就可以捞起来清洗干净了 放一些食用油 放一些食用油 然后爆香料头 放鸡腿爆香一下 再放一点花椒酒 再放一点花椒酒 清水 调味料 煮开后用中火焖11分钟 煮开后用中火焖11分钟 烤9分钟 时间到了就翻过来,再煮 更為明顯 熟了 剷麵 再焖10分钟就可以了 加热 更为关键 凍低 前妙了 时间到了,看一下了 开大火烧鸡,烧浓稠点 烧的味道咸一点 烧鸡要咸一点,鸡腿才够味道的 好了,可以起锅了 喜欢的朋友都坐来吃吧 酱油鸡腿,做好了 酱油鸡腿 看到后,还有食欲感 看一下 好香啊 那个味道很香,没有好香 好香啊 不管是香,有香吧 很好吃 那鸡腿有比较嫩的 我会柴的嫩 好香 好香 好香